针对社会各界关心的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进展情况 3月6号 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疫情发生后 科研公关组专门设立了疫苗研发专班 沿着五条技术路线推进疫苗公关工作 部分疫苗有往4月进入临床或应急使用 综合起来讲 我们目前的五条技术路线 都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进展稳步推进的 那么按照这么一个预期 我们估计在4月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可能有希望有部分疫苗能够进入临床或者应急使用 应急体制下的疫苗研发 其安全性是否有保障 对于公众的这一疑问 郑中伟表示 目前 所有疫苗研发流程都是按照科学规范的技术要求在推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研究单位 还始终保持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实验室的联系 那么大家共同来对我们新的这么一个病毒的疫苗的安全标准 进行探讨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研发流程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 科学 规范 按技术要求推进的 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 使我国的新冠肺疫苗早日成功上市 近期 一些学者称 新冠病毒已经发生变异或产生新亚型 新冠病毒变异是否会对正在研发的疫苗产生影响 发布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琦对此做了回应 病毒的变异到现在为止有很多报道 但是在病毒的变异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案例 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 目前在中国 针对于病毒的变异和疫苗的研发 我们有统一的部署 而且我们看到的病毒的变异 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药物研发和抗体的制备 和疫苗的制备 所以目前来讲 所有的工作都靠空 我们正在积极地观测病毒的变异程度 而且积极地布局一些科研项目